我们这一辈子最终能够带我们走的只有这个信念 除此之外 包括身体 包括身外的眷属 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陪伴我们到永远 这些真相我们多了解一些 突然面对变故的时候 痛苦会少很多 外在的种种沉寂 沉就是六沉 就是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的种种境界 留下来的这些印象 这个时候都会起作用 人在灵命中的时候 一生的善恶都会浮现出来 像演电影一样 几十年前某个人骂过我一句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回去 想想真是气死我了 这么一想气死了 噗通掉地狱去了 所以要把握好信念 那应该怎么面对呢 脑海里面出现这些境界的时候 不要去关注它 一概不予理会 管它什么念头什么想法 通通通不予理会 皆为障碍呀 这些都是障碍 内在的障碍 如果我们一面跑到 某个曾经的这些阴影上去 那很有可能 就因此堕落 致受祸害 这是内外都要放下 内 什么想法不要理会它 外 什么人什么事 也都要看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